中央社记者肖博文台北19日电,廖姓男子加入电信诈欺集团,担任车手头指示车手收取赃款。 台南高分院认定廖男犯170罪,共诈得新台币1879万元,判刑10年。 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,全案定验。 判决书指出,廖姓男子民国104年间加入诈欺集团,并透过集团成员在微信成立的石箱软金散,老爷办公室,群组进行分工。 104年10月至12月间,廖男所属的诈欺集团成员以假冒司法人员扬称购物网,占解除分期设定或假冒亲友等手法,诈骗170人,犯罪金额达1879万元。 廖男则负责指挥车手提领赃款,在转交诈欺集团上手,从中获取约37万元报酬。 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认定,廖姓男子犯3人以上共同诈欺取材等加重诈欺罪名,考量廖男助长员。 以猖獗的诈骗歪风,对于社会治安危害程度甚距,和判处170罪硬执行有期徒刑10年。 廖姓男子上诉最高法院,便称只有加入十箱软金散,没有加入老爷办公室群组。 最高法院认为,原神已经明确说明认定廖男犯罪的理由,上诉无理由,今天驳回确定。 编辑,吴嘉颖,李希章,1070419。